大家好,后学感谢天恩施德,庙集大帝大恩,老苏纽苏纽大德,前人及各位老师的苦心栽培 让后学今天可以在空中与大家再次见面 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是遇见自己 这是后学今天要讲的目录 有前言遇见自己,改变及遇见,还有结论 好 许多人很喜欢借由着算命来遇见自己的未来 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好玩、好奇、跟同学一起玩塔罗牌 也或许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或是对未来感到彷徨 就会想到要到庙里拜拜求个签 或是找个算命师来策字 普挂、看相等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指引 然而得到答案之后,你的想法会受到暗示 进而改变你的行为吗? 还是参考用呢? 你可以在心中为自己选一个答案 进而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应该在意什么呢? 在《论语为正篇》第四章 这段经典 或许许多人都可以跟后学一样 朗朗上口 但又有多少人可以仔细研究其中的意义呢? 孔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学习 三十岁就能够独立自主 四十岁可以通达市里 没有疑惑 后学查证了《老庄外篇天韵》 有提到孔子 其年五十又一而不闻道 乃男之配见老丹 文中提到的老丹呢 就是老子 那有讲到老丹曰 子来乎 无闻子北方之贤者也 子已得到乎 孔子曰未得也 这就是老丹 老子在跟孔子说的一段话 他讲到说 你来了 我知道你是北方的贤者 那你已经有得到大道了吗? 孔子回答说 还没有得到 其实在当时老子 他就暗指道的重要性 假使这个道可以献给人 那么人们无非不把它献给 自己最敬爱的国君 父母 兄弟 甚至是传给自己的子孙 然而 这是不可能的 原因无他 只要内心与道不相应 我们的得到条件还不够具足 这个道 他就不能够留下来 这也暗指着 有缘才能得度 不是吗? 所以孔子在知晓道 在天地间的奥妙 以及自身的责任与价值 到了六十岁 就能够与人交谈间 知道他人的心意 七十岁能够顺心而为 念头行为 不离中庸之道 所以 孔圣人勉励世人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应该思考不同的问题 透过学习 朝着目标努力前进 所以我们想要遇见自己 首先要了解 我是谁 关于我是谁 顺志皇帝 顺志皇帝 也提问过 大家了解 亲 大家了解或清楚 顺志皇帝是谁吗? 顺志皇帝 他是 清君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 亲世主 爱新觉罗福林 他六岁就即位了 在位十八年 享年二十四岁 他留给世人 最有印象的就是 战胜思 那后学截录了一小段 这个也是大家常常 可以听到的 就是来时糊涂去时迷 空在人间走着回 确实 我们是糊涂的来 也没有预约 也真的是迷糊的走 如果在人生中没有目标 只是空空的在空流岁月走过 那真的就是空在人间走着回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 的确在轮回的前后 我们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谁 谁又会是我 长大成人方是我 何眼朦胧又是谁 好不容易挨到长大了 对这个天地 对这个世间 有所了解 真正抓住 这就是我的时候 结果已经老了 何眼朦胧 又要往西方走了 这样子又要去哪里 投胎去哪里呢 所以这就是何眼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又不去 来时欢喜 去时悲 所以你看身为一国的一个君王 名利富贵 无穷尽 但是内心却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迷惘 不断的提问我是谁 之后他更倾心于佛法 探究生死大事 因为心无法安定 就像靠不着边的扶贫 不安的灵魂在飘荡 所以在战胜师中 又有另外一段 讲到 我本西方 这一纳子指的就是出家人 为何生在帝王家 其实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下次投胎 就投身在帝王家了 十八年来不自由 刚刚有提到 亲世主他在位十八年间 他要思考的问题是 民生问题 国家大事 这南征北桃几时修 清朝他是贵为清朝第三任的君王 当清军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 所以安内是不是很重要 还要攘外 扩展他的帝国版图 所以征战当然会不断的发生 我今杀手西方去 不管千秋或万秋 确实如果今天他两手一摊 就合眼归膝了 确实不管清代 他可以千秋万代 其实都不干他的事了 所以可以想象 顺之皇帝他在当时 明白了孙世大事之后 更羡慕生人的无忧无虑 所以在做下这个诞生诗时 一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渴望 二是期待救赎解脱 是人们说他一年早逝 确实记载的是他享年二十四岁 也有一说说是顺之皇帝 舍弃地位出家去了 那后学就好奇咯 顺之皇帝出家 是不是有什么小故事呢 那确实也查证到了一点点小故事 就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峨眉山有一位隐居的老生 他终日闭幕打坐 滴水不进 身边有一位小和尚在侍奉着他 小和尚呢 他经常行脚下山去化园 老和尚依旧静坐参残 这一晃眼十年多就过去了 然而忽然有一天呢 老生突然睁开眼睛对小和尚说 徒儿啊我要走了 你好好的待在这里吧 徒儿听完了哭得非常的伤心 他拽着老和尚的衣服 那老和尚就劝慰他说 我们的缘分还没尽 我们师徒还有见面的一天 于是老和尚从他的秀中取出了一幅画轴 而上面有一个人画像 与老和尚十分的相像 五官也齐全 但上面却没有画眉毛 老生要徒儿好好地珍藏这一幅画 并且叮嘱着 我走后的十二年 你方可下山去找寻我 拿这个画呢给路上的人 如果有人在这个画像上 补上眉毛 那那个人就一定会是我 随即老生就作画而去了 小和尚紧遵着师父的嘱咐 十二年后才下山 而行走天下 辗转云游了十多年 可是师父还没有找找 有一天呢 这位和尚行脚 画园来到了京城 恰巧碰到了顺治皇帝 在郊外狩猎 而和尚 他只记得师父的嘱咐 于是就是想拿这幅画 给顺治皇帝看 可是竟不然 竟没想到这样子 其实是冲架 冲犯了一个御架 所以周边的随从侍卫呢 想要抓捕这一位和尚 可是被顺治皇帝给制止了 那皇帝呢 他要和尚打开这一幅画走 那和尚打开之后呢 皇帝看到了画 很差异的问道说 为什么这幅图呢 没有画眉毛 于是呢 他令随从 取来了雁台 笔墨 亲手就为这肖像 画上了眉毛 小和尚此时 已经泪流满面 又惊又喜的 他赶紧扑通 跪在地上 大喊着 师父 我终于找到你了 众人 你看我 我看你 顺治皇帝更是不解 为什么和尚 有这一个举动呢 于是和尚 把老生的祖父 仔细地向顺治皇帝 叙述了一遍 而顺治皇帝 当时也彻悟 哇 原来我的前世 是额眉山的修行者 虽然这是一段小故事 但也是可以告诉我们 当我们轮回转世之时 其实都忘记了自己的前世 也忘记了我们自己是 乘愿而来的 然而后学也来分享 29岁以前的我 后学在29岁以前 也是过着许多人称献的日子 薪资不低的单身女 逛街压马路看电影 买东买西的 跟许多人都一样 想出国就出国 过惯了这种好日子 但日子过得实在是 无知无畏的 便开始找事情做咯 补习考研 考托福 结果 一样也没上 正所谓心不得其正 不了解安于当下是什么 不了解珍惜把握是什么 全然的就是一个物质享乐 享乐的一个人 但什么也抓不住 我真的找不到自己要什么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 透过了一个机缘 我感恩一场 阔别13年的同学会 后学与生命中的贵人相遇 感恩他引领后学 开启智慧之门 有幸学习顺贤的行仪 学习把心静下来 有一段小品 跟大家一同分享 大家可以倾心地闭上眼睛 来听听这一段 这一段话 可以把心静下来的这一段话 过去的已经不可能改变 昨日的太阳不能重来 未来的事再急也没有用 明日的太阳也不可能提前 一个懂得活在当下的人 自然简单的生活 在这一个宁静的片刻 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吧 所以请镜头前的您 好好的享受当下的听课生活 好 请大家可以睁开眼睛咯 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 想想 灵魂它不断地轮回 人生不断地重来 流浪生死无止息 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有没有可能摆脱这轮回呢 不在这红尘世俗中翻滚了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 生死大事 在明聊生死大事之前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他在出家前 为印度加皮罗魏国的太子 大家都知道他叫做西达多太子 有一次他出城游历 造建了世间的劳苦 病苦 死苦 这种种的不如意之苦 深刻地让佛陀他察觉到了生命的无常 进而觉知 发起了慈亲悲愿 然而 释迦摩尼佛他视线 画小爱为大爱的出世因缘 令一切友情 皆从轮回中 觉醒 寻求超越无常的究竟 自信若迷 福和可救 在六祖谈经的形容品中 这一段话是吴祖对宗门徒所讲的 吴祖我们知道他就是红忍大师 大满禅师 他告诉租弟子 就是他的门徒 世人生死世大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 生死苦害 自信若迷 不可可救 这一段话是说 我们世间上的人 谈到生死大事 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 我们终日追求的 只是追求这个福田 然后不断的在这个轮回 我们也不会去想着 要怎么去出托这个生 生死苦害 因为是我们的自信在迷昧着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这个福报是怎么能够让我们 究竟解脱呢 所以可以了解 原来平日的善心善行 若是没有经过引领了解 仍然执着于这功德相 那么真的就只是在求福田 求得来世的一个善果 那这样子怎么能够摆脱轮回之说呢 透过学习 才了解到所谓的生死大事 是何等的重要 找到了自己的自信 向内修持涵养 这才安顿了一颗不安于世的心 所以这样说起来 修行是不是很棒呢 那他最终的目标在哪里呢 就是成佛 在六祖谈经行有品也是提到 主问曰 辱何方人欲求何物 慧能对曰 弟子是宁男 新州百姓远来理师 唯求做佛不求余物 这个五祖呢 他就问六祖说 你是哪里人啊 来到这里要做什么 所求何事啊 慧能就是六祖 他就说 弟子啊 我是宁男 宁男是指未开化 文化比较落后的一个边地 是新州百姓 远到师父您的坐下来 只求做佛 不求其他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一般人会说 我来这里学佛 来这里学经 然而慧能大师却说 只求做佛 不求其他 看看这气度 志向之高大 五祖却命 着草场去 也就是去做杂事做物 那六祖 他依然顺从安排 其实在学习做佛的过程中 做佛在作物 也就是五位师当中 其实已经开始了参禅 与修行 所以可见六祖 他对于做佛 具足了信心 专心 一致心无旁骛 朝着目标前进 所以这个五祖 他是这样子的考验六祖 然后六祖呢 他是凭借着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相信和不相信 这是跟个人的累积经验有关系的 宁可信其有 不是所有人是真的会宁可信其有 后学来分享这个防疫保险的 一个自己自身的小故事 几年前 这个热门的话题就是防疫险 在早期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推500元的保单 只要确诊 就可以理赔10万元哦 在当时台湾确诊的人数啊 只有20几个人 所以大家看这个投资报酬率不好 所以连500块怎么样 也不想花了 所以投保的人非常少 可是跟着疫情的升温呢 很多观看的群众怎么样 也纷纷加入了保险 各家的保险公司 也出成推薪 以不同的保险保额的保单 来出手 而后学也赶上了 这一波来投保 看看我们全家13位人口啊 只有爸爸妈妈 后学跟大妹 有帮自己买了保险 那谁能够料想到 不久之后呢 全球笼罩在这个 新冠病毒之下 选择相信的我们 确诊后获得了 一笔可观的理赔金 而选择不投保 或者是来不及投保的 其他家人 也只能投以羡慕的眼光 擦擦口水 所以反观 修行和布施 也是一样的 若是一昧的讲求科学 讲求实证 散财难舍 就这样措施良机 实在很可惜 那后学再来说说 飞机失事的预言故事 这个故事在YouTube上面也有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他的可以搜寻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话说到这个男主角呢 男主角 在某日醒过来之后呢 便有一项特殊的才能 他能够看到三日之内 僵死之人的寿命 头上的数字 代表他所剩下的寿命 如果这数字是1呢 代表着只剩下一天的寿命 起初他并不相信 以为呢 这只是一场恶梦 在他赶着去搭飞机的途中 他看到了一位先生 头上竟然出现了 0的这个数字 他便好奇地跟他说 看到您头上的数字是0 路人认为他是神经病 不予理会 他自己也纳闷 为什么真的能够看到数字呢 就在这失所的瞬间 那一位路人 真的发生了死亡车祸 而到了机场 一上机舱 他又看到了空姐 头上的数字也是0 他揉揉他的眼睛 又看向其他的乘客 的头上数字都是0 他心里就在想说 这架飞机 不会要醉毁了吧 所以他勇敢地向群众说 这架飞机在飞行途中 会坠毁 不能飞行 要大家赶紧下飞机 而机主人员 请他不要违言耸听 制造恐慌 要拿出证据来 乘客们也觉得他 就在诅咒大家 觉得非常的晦气 也纷纷地请他下飞机 不要耽误 大家的时间了 而这个男主角 觉得 我是在救你们啊 不想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子没了 怎么大家都不相信 他的话呢 就在这吵闹之间 机长也出来协调 他说如果怀疑 这架飞机会出现故障 就请拿出证据 男主角表示 不是怀疑 我都看到你头上的数字是零 是非常非常确定 这架飞机会出事情 必须停飞 而机长说 飞机都有定期维护保养 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 若是拿不出证据 只好请他下飞机了 之后 他就请来保安人员 将他请下了飞机 在同时 有一位女乘客 他表示愿意相信他 因为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希望大家也跟着下飞机 换一个航班飞行 而机上的乘客 嘲笑他们就是神经病 看着两人被保安 请下了飞机 这男主角难过 大家为什么不相信他 明明就可以躲过一劫 而女主角回答 人各有命 对你的话 我也只是万分之一的相信 因为经历过很多不可思议 不可解释的事情之后 虽然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 但如果发生了 那就是百分之百 男主角说啦 如果他们有你这个认知就好了 我已经尽力了 可怜他们了 那从这个故事中会发现 选择下飞机 只是错过了一场飞行 如果选择不相信 换来的却是生命的终点 这真的划得来吗 各位亲爱的家人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那下周我们继续 再来分享这一段 遇见自己 感谢各位健身自卑